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云端的 那这个也是大家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现在还有在带档案是用光铁片带的吗 有用纸铁片带的吗 没有 绝大多数的人可能现在最便宜的是那个随身底 对不对 但是你随身底有几个 我的随身底有好多个 可是呢 命运比较坎坷的 是这一个 我有一个比较我之前16G的 16G的我只用一天 嗯他就跟我没缘了 就忘在某个地方 忘在教室然后就不见了 然后这个呢是我后来买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不要买16G 因为这样损失比较大 我就买8G的 那我这个随身底呢 进出洗衣机两次 不过不小心还可以用 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随身底会不会丢 有可能你有没有丢过随身底的纸面 痛不痛 如果重要资料就很痛 没有重要资料那当然你说 一点点那当然没关系 因为现在很便宜嘛 所以呢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云章 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工作地方 假设你是比较固定的 比较固定的地方 那事实上你可以不见得要携带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很容易掉 也有可能是不会坏掉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云章的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你会看到很多 跟你介绍说有那个什么 就是呃 云章的那种所谓储存的 对档案分享的 那以这个网站来讲的话 他主要的是云章的作业系统 也就是说其实以后 有点类似以前我们那个大电脑那种时代 一样 就是所谓的中端期的概念 以后你的电脑不用太强 只要能够上网就好 因为进来之后 所有的软体 你会用到的东西都在里面 那你都是在云章做 好都是在云章做 那所以呢 这里面呢 他最主要的 我其实我最主要用他的 当然不是他的那些系统 那主要就是因为他有30G的储存空间 你现在在外面看的话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那什么Jobox 之类的 他大概就是5G吧 对不对 那微软他有一个25G叫Skystriber 但是好像速度不是很快 对不对 对话信息也有 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就是中华电信的 那为什么要介绍中华电信 因为这个云章的 他并不是要给你分享用 你能够起来有意思吗 他是给你就是你自己储存东西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分享的 他就不行 他就不适合做分享 当然他的分享可以 跟比如说你同样有这个 这个云章的账号的人一起分享 但是这个就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所以呢 您进到这边之后 像我最常用他就是他的储存 所以你看 我在这边您进到这个网址之后 您可以直接去 Join 直接Join就好了 好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30G的 空间 那么 我们登录呢 登录进去 您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讲我们在学术网络登录应该还OK 我在学术网络登录的也还可以 就是说整个桌上还算蛮顺畅的 虽然他是远端的 那当然他也是英文的 也是英文的 那么您可以看到 你的桌面是跑出来了 有没有 第一个我们进去就是桌面的部分 第二个呢 如果你进去就是只要使用你的硬碟 你就直接进到这个硬碟 那POTO的部分呢就是 呃 你有点像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iGoogle 或者是Yahoo有制定首页的那种功能 好 就是说你可以制定你要接收哪些资讯 好 所以你看我们进来之后 假设它上面呢 推认的这个当然就是什么 简报吧 对不对 那你的email 对哦 您申请之后 您有一组email 他也可以在上面收发信件 也可以在上面收发信件 那 meeting的部分 他也可以做多人的线上会议 也可以做多人线上会议 那另外呢 这个 影像的处理 还有什么 这个我们的 Word 对不对 文书处理的部分这里都有 好 那 我以我们最常看的这个driver的部分就是说的 他所谓的硬碟 你可以从这边进来 也可以直接从这里进来 都一样 好 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自己从这边去选择 像我自己的 我在这里 我建立一个自己的资料夹 那我的档案就在这边 我把它变清单式的 所以我要分享的时候 就是我有时候我可能要走到哪边的时候 我就点到他 我说我上传上去的 好 你点一下 上传上去 那他资源多个 如果你要去上传多个 就从这边 传 那 传完之后呢 就在这里出现 所以如果你要他点到他 点到他 那你就可以直接来这边有一个下载 有没有 download 你也可以按control键 一次多个download下 就直接抓下来 所以这样30G应该 会比你一般学生点大多一点 对我们一般 现在学生点比较多的 比较常见 应该是 4G 8G到16G 32的相对比较少一点 对不对 16G现在有比较多一点 但是原则上比较多还是4到8 好 4跟8应该是比较多 所以 您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我很清楚就 下载完了 好 那当然我们建议各位就是说 你在下载的时候 最好一个一个下载 因为如果你是像我这个上面 檔案名称是有中文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有多个一起选 那你的中文这个 好像变得压缩档 然后 那个中文都不见 就只剩下英文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下载的时候 上传没有他 上传实际上都可以 好 但是如果你下载 比如说我要下载这一个 我点到他 我就打你一个下载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 你下载就是中文 可是如果你有多个他 他要变 就是有点类似乱买 这样子 这是他的缺点 所以 这个 云端的 各位就可以稍微上 玩看看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只要能够上网的地方 大致上都还算蛮顺利的 还算蛮顺利的 那 所以你在 如果要收发信件 像我们刚刚看到 收发信件 你也可以直接从那边 给你做一个信箱 直接在上面收发也可以 好 本来还有一个云端的 我忘记放进来了 各位有没有在网路上 常常要做注册的动作 很多网上不都邀请要注册吗 那现在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有的会跟Facebook 制作整合 所以说 哎 请你用Facebook做怎样 让他做登录 不过这样好吗 我们在最后一节课 就是下下礼拜二 会提到就是 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哪些属于安全性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比较属于临时性的 比如说你去某些网站 还是论坛 你只是暂时性的 我要注册某些资料 事实上 你可以去网路上找一个东西 叫做抛弃式的Email 因为现在很多网站 不是会要记那个认证信吗 你我总是要跟你确认一下 那你有Email有没有骗我 所以现在就短期到 没关系 我有那种10分钟抛弃式的 看你要多久 有的可以设定几天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关键词看看 找这个关键词叫抛弃式 这样你的资料总是不会泄露那么多 对不对 有看到抛弃式信箱了吗 所以也有这种 好你这样一找 就会找到不少 对现在各位不是我的画面吗 对不对 我稍微切换一下 好 有没有抛弃式信箱 那这里你只要用这个关键词 事实上就可以找到很多 好 那如果你要使用时间比较短的 你可以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它这个 这个是介绍的网站 那它里面就有连结 很简单 你就直接连过来 所以现在什么服务都有 很奇怪 这种又有人服务 好 你现在就有一组了 有没有 有一组 信箱 那么 它只有10分钟 那待会呢 如果有人寄信来的话 它就会出现在下面 所以你这个网页不能关掉 你不要那么兴奋 call完了就关掉 那你道歉很多好 哈哈哈 因为每次进来都不一样嘛 所以 你真的这个有没有有用 等一下我会记得信来这边 给你试试看看 所以其实云端的应用资料还蛮多的 给各位参考一下 有没有 我这边现在就收到了 所以 您在这里呢 哇 重整了 不见 刚刚这边已经收到了 所以这个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这样就还蛮方便的 有有有在这里 对不对 那如果说它要你去做回复的动作 就在这边就完成 你很多现在网站都会需要验证 那你透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减少你的个人资料 email的部分 在网路上 被 人家制造 因为其实 你们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信箱 那个信箱越常用 越有机会收到垃圾信 对不对 因为很多网站都有你的资料 所以这边都有机会嘛 那越少用的 自然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情形 好